我這邊很快的帶過去 比如說你是一個工作的成年人 依照你的職業不同 可能一天可以領到700 700到800公克的米霧 然後如果年齡不同的話 像老人就領的比較少 300到600公克 小孩子是100到500公克 所以剛才水星主播提到 在北韓哪三重人 哪三重人最容易死於計畫 第一個小孩子 因為抵抗力比較弱 第二個老人 第三個就所謂的 對 叛國者 國家為什麼要花錢去壓力呢 你就做到死 反正就是這個方式 反正也是要死這樣子 對 這個也是很麻煩 然後這邊我在查資料的時候 就是在看一些 這是一個叫張英靜的脫北者 其實在台灣也有出這本書 叫脫北者男同志 他裡面提到 北韓那時候怎麼解決計畫 當然比如說控制所謂糧食 或者保護什麼 比如說效忠國家的人 然後其實他裡面 他有提到北韓軍中的作換方式 來解決所謂饑荒 饑荒的狀況 發明了 發明了出一種叫做什麼 三倍飯 什麼叫三倍飯 不是三倍券 哈哈哈 可以把一碗飯變成三碗飯 這怎麼變的呢 在我裡面簡單來說 他說三倍飯就是什麼 先把洗好的米 放入什麼鐵鍋裡煮 有沒有 煮熟之後怎樣 你再把它撈起來 放到什麼 熱水中浸泡 這樣子來的話 飯力就會膨脹起來 然後怎樣 會比原先的米大上兩三倍 你是說馬米三倍放的意思嗎 原本已經煮熟了 然後放進那個熱水 又把它變胖的東西 就類似我們在吃粥的概念 有沒有吃粥概念 然後1976年的時候 那個金主席 然後那時候 就是所謂他們統治者有沒有 金正日 他們那時候訪問 軍隊這樣開發出 這種糧食的製作方法 他覺得非常厲害 還受到什麼 他們統治者的什麼肯定 可是 其實我該怎麼說呢 當然到最後也是有人批判 明明就是一碗 你是不是把什麼加水 像我們吃粥有沒有 明明就是加一些水啊 就把它變 它叫三倍放 還是三倍胖 三倍放 那個Rice 對 放 就是把飯變成三碗了 三倍 變成三倍的意思 你說三倍放 對 沒錯 那真的蠻特別 那個吃飯的飯 對啊 你說三倍飯的概念就對了 對 所以等於是說 他們就把它泡水 然後變成可以再多吃 煮熟在泡水 對 煮熟在泡水 然後膨脹 然後做成粥加一些水之類的 哦哦 那就是他們有名的開成湯飯吧 哈哈 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對 另外一個 他們有講到說 他們也吃人造肉對不對 我聽到有一些拖北者回來 也有講說 他們也在北海吃人造肉 對 人造肉就怎麼說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北 我還舉一個比較真實真正義的 那個例子 這是另外一個拖北者的 拖北的正點 叫江赫的 江赫的 那一樣 我們這個做新聞 或者說什麼有評有據 他一本書 這就是天堂 我的北韓童年有沒有 他拖北者跑來南韓的時候 他那時候收到 在北韓的話都吃不飽 他說他這輩子最大的願望是什麼 我們知道嗎 變胖 蛤 變胖 你不是嗎 拖北者的願望就是怎樣 我的最大目響是希望吃丁淇淋 然後包著吃一些好吃的變胖 你知道嗎 這我們很難想像 我們自己都在減肥的人 沒想到北韓人是說 沒有辦法 他們領袖金正恩都減重20公斤了對不對 叫大家吃減重藥耶 對啊 所以剛才我們就回到嘛 其實北韓的饑草的問題 原來是短缺的問題 這是那個我們外人真的無法想像 所以今天北韓丟一個新聞 然後養黑天鵝啊 我覺得周牧哲會講 就是剛才回到我所說的 所謂的宣傳的意涵 其實蠻重的 其實蠻重的 好 那其實還有一個就是說 其實因為北韓啊 其實餓到受不了 其實曾經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北韓的農民 他偷就是偷去 偷宰這個耕有吃 結果呢 這個慘遭判死刑喔 北韓因為長年奉行社會主義 結果去年啊 就有南韓媒體報導 就是說北韓的這個 封吸裡有一個農場內的 這個農耕的母牛失蹤了 對然後結果呢 就引起一陣騷動 結果發現 哎 管理的這個工人 發現母牛擔心被罰 因為他們那邊很 很擔心拿一個東西少了 結果 後來才發現 就是因為呢 就是工人在搜尋過 發現有一戶 人家飄出陣陣的肉香 然後立刻通報了 安全部 就安全部去 徹查了這個可疑的房子 然後在屋子的外頭 藏物中發現了 這個沒有吃完的牛肉 也在火爐中發現了 牛骨 四十多歲的這個屋主啊 這才承認啦 他偷吃了這個 這頭母牛 當場被逮 結果你們知道 他的下場是什麼嗎 是 呃 他這個等於 跟牛呢 是農場唯一的財產 吃掉他等於通通 等於就是毀掉了幾輛汽車 是反革命 危害民族的行為 所以這名農民呢 因為吃牛肉 竟然被猝死了 這個判處死刑耶 我覺得是真的應該是 在北韓是有這樣的 這個情況發生吧 對不對 慶德雄 哦 對 沒錯啦 剛剛我們提到 統治者要控制 他們國營的人品 第一個嘛 教育 第二個醫療 第三個糧食有沒有 為什麼這個 這個農民偷牛 就要被處於死刑 叛國 他的理由是叛國 為什麼 叛國 吃牛肉是叛國 對啊 因為牛是屬於 國家的財產 哦 你知道嗎 北韓所有的東西 都是屬於金正恩 對 金正恩家族的 你今天沒有經過金正恩的同意 你給我吃牛 不要說吃牛啦 你吃一根草 叛國 哦 沒錯吧 有道理吧 沒錯吧 因為是 它全部屬於金正恩的啊 你現在去偷 那屬於叛國的行為 所以這種事情啊 真的會發生 真的會發生 我覺得 那其實這樣 希望就是北韓的這個 我是 因為南韓剛剛有報導就是說 他希望把這個 等於是說這個 北韓跟這個 俄國 俄羅斯這邊的這個邊界 能趕快在年底的時候 希望能趕快就是開通啦 不然這個糧食進不來 裡面的物價又上漲 像一顆馬鈴薯 我們吃馬鈴薯是最便宜的嘛 但它裡面漲了也是 非常非常的貴 另外就是說 我們在愛的鋪長裡面 看到的真實生活中 就是北韓大概都吃什麼 為居多啊 我相信北韓應該 應該有些美食吧 對 其實北韓也有所謂的美食啊 當然我們先說 一般的日常老百姓啊 其實 一般剛剛我們提到嘛 大部分都是國家配型比較多 可是我這邊要介紹一下 其實在北韓的話 有兩道美食 如果各位觀眾 也覺得去吃的話 去北韓的話可以吃 第一個是什麼 平安的什麼冷麵沒錯吧 冷麵 金正恩那時候 跟文在寅總統見面的時候 就是送他一碗什麼 對 所謂的平安冷麵 第二個 第二個是所謂的開成 剛才提到有沒有 開成的攤飯或者攤麵 這也是他們非常有名的食物 而且非常有趣的是 他這兩樣食物都是用什麼 馬鈴薯做成的有沒有 同時再補充一個 他跟南韓的也比較 叫泉州飯飯 泉冰飯 泉州飯飯 泉州飯飯 對 三大美食之一 對 三大美食 朝鮮的三大美食 所以剛才那個 昨天主播問到 如果各位觀眾 有機會去北韓的話 平安的冷麵 開成的湯麵 湯飯 其實都是屬於所謂的 那個北韓的美食 而且開成其實是 對 開成算是他們的古都嘛 對不對 就是也是 就是等於是 就是朝鮮或者是 在高麗王朝的時候 算是他們的古都 所以這個湯飯 其實是非常的有名 那可是你剛剛說 都有馬鈴薯 可是馬鈴薯都已經漲價險 現在他們 現在饑荒的這個狀況 其實是蠻嚴重的對不對 對 其實還是蠻嚴重的 剛才我們提到 一直在跟外面在交涉裡面 比如說剛才提到要糧食嘛 還有我之前有看到一個新聞 是好像南韓也是要捐 所謂的疫苗給所謂的北韓嘛 所以其實我們 但是他們已經確診啊 宣傳 宣傳 搞不好真的 可是真的就是沒有確診 我幹嘛送你疫苗呢 其實他們大概南北韓 大概都有點消息啦 當然我們外人這樣看 不要說破比較好 而且我發現很多北韓的消息 都是南韓來澄清 就是像是我們上一集講說 金正恩被政變 結果南韓跑出來澄清 我覺得真的蠻妙的 每次都是北韓的消息 南韓的官方跑出來澄清 今天新年 新年希望 可以給我們這麼多的資料 其實也希望說 今年的冬天 北韓的朝鮮人 其實能夠好好度過這個饑荒啦 也希望金正恩真的 不要再叫大家吃黑天鵝肉了好不好 就是真的他們其實就是趕快趕快開放嘛 就是現在COVID-19的這個疫情 也稍微就是比較緩解一點點了 真的希望說就是今年北韓的民眾 因為剛剛有提到 40%的民眾是營養不良的 這個國家就是全世界有統計這個部分 而且這上今年又特別的冷 所以他們金正恩要他們吃 到2025年啊 要吃少一點點 我看他們到今年底 今年這麼冷的話 真的 真的是會有蠻多人餓死的 今天謝謝這個陳老師 陳靜德資深的韓國文化研究者 來到現場 謝謝 我們今天先 再見 再見 請堂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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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